因为疫情扩大 有些劳工被放无薪假或减薪 如果要请防疫照顾假的话 也可能会被要求抵扣年假 市议员陈若翠指出 虽然劳资可以协商约定 但劳方为了保住工作 有时勉强同意 自方也很为难 他希望劳工局能够了解介入 现在目前劳雇的一个约定上面 对保障我们劳工的权益 我希望衍生出来的这些问题 他们要设法去做这方面的一个解决 那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 所以有些法条法规的部分 毕竟希望可以弹性一点 宽松一点 而针对中央和市府都提出纾困方案 陈寅远认为缓不济及也不够周延 像是增加安心及时上工的职缺 还是无法维持劳工基本生活所需 建议应该扩大补助方案才能够救急 劳工局就有回复我说 未来他们会继续安心工作的一个计划 他们会继续增额 但是我也提出来说 有没有办法我们的纾困的一个带电金 可以先下来 因为中央如果我们要等到 它这个纾困下来 真的远水救不了近火 另外也有些产业和企业商家 没有列入防疫纾困方案的 陈寅远要求市府进行盘点 研议津贴补助 以减轻资方经营负担 也能够保障劳工权益 一些我们的企业还有行业 是没有列入在里面的 那例如这些人我们有没有办法 也可以赶快的及早的去盘整 盘整之后呢 给予一些津贴的补助方案 我觉得这些都要双管齐下下去 那让大家呢 能够早日市民呢 度过这个生活的难关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全国疫情三级警戒延长 各行业惨况更严重 陈议员希望政府的纾困方案 能够更加快速有效地 解决各行业的困境 让产业继续经营下去 劳工也能够维持生计 减少疫情的冲击 记者邱建讯赖昌邦高雄报道 感谢观看